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一位中学老师 我太太是Brandon 可以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生命 见证神如何借着自己的人生高高低低 带领我可以让我成长 其实几年前我不是一个中学老师 现在的太太也是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当年身处人身低谷 我本来是一个工程师 但是碰到财源 买车买楼地自生开支 但是当时最困难的其实是自己的婚姻 当年跟自己的前妻有很多冲突 我们经常冷战 我选择逃避去找其他东西寄托 我试过学过配音 我试过读多个学位 也会回到我母校去带同军 做同军领袖 我以为这些拖着拖着拖着 刁淡了就会没事 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改善 最后我们都以离婚而收场 收起了自己的几年之后 在弟兄的鼓励之下 我重新参加单身人一事的活动 再次学习如何建立关系 感激的是当时有恒感认识 现在的太太Brandon 后来感激神我们还可以结婚 我决定悔改自己一个 骄傲和自私的罪 不做一个沉默 猶疑不决的丈夫 在冲突的时候 我练习慢慢地去 倾诉自己的想法 这个对于我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来说 是很刻意 很辛苦不自然的 但是不断地去努力 是有成果的 我慢慢地学习如何去爱 回到母校做同军领袖的义务工作 这件事使得自己对教育工作 越来越有兴趣 经过几番的思量和考虑之后 身为老师的太太也鼓励自己 提议自己去进修 于是我更加破釜沉舟地 辞去自己从事了二十多年的行业 去进修一个全日制的教育文明课程 已经艰难 终之在2017年 我可以成功当上中学老师 这件事对于一个中年人士来说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 现在做了几年老师了 之前和太太的沟通 学习了如何表达 现在终于可以大派用场 两年前 我参加了教会举办的 《奇神我是歌手》 当时唱了《天了》这首歌 可以说唱出自己的心声 《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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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